根據衛福部最新的資料統計 台北市不但是六都中 65歲以上高齡比例最高的城市 連低收入戶比也創下了新高紀錄 為何會稱為首善直都的台北市 會跟高齡和貧窮畫上等號 甚至還有許多弱勢 是獨居老人住在一兩坪大的老舊公寓裡面 而生活對他們來說 只要能求個溫飽就夠了 這一集的台北大聖宮節目 要帶您去探訪台北市弱勢老人的世界 在萬華區的西昌街 這裡有一棟老舊公寓 隱藏在昏暗狹窄的通道裡 每層樓都隔了好幾間小套房 因為環境簡陋 租金便宜 吸引許多生活有困難的老人居住 像目前我們這邊一棟的話 大部分是住四戶五戶而已 四戶五戶 對 因為之前 就大概幾瓶 一間到這邊就這樣 差不多兩瓶 差不多兩瓶 相應兩瓶左右吧 這些是實際 都有人在居住的 瓶大概之前是有 因為樓下是磚頭隔間 樓上是木板隔間 所以這邊隔音比較好 不好意思 剛才一道好溫參觀一下 可以 你好 你好 那怎麼會想要住這裡 保衛一下 就現在 啊 處理都沒有人接我啊 自己住還覺得可以 可以啊 有這樣的空間可以 哎喲 會不會覺得有哪些不方便的地方 就怎麼說啊 有這麼大就好了 有在工作 沒有沒有 沒有工作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有想要有更多的收入來源 是說希望政府能夠補助一些嗎 我現在是有領域人員金 這樣有感嗎 不夠 不夠啊 反正有希望 希望大概怎麼樣 比較可以 夠平常生活 我都一個人 他又怎樣啊 沒有 我都有娶太太 跑去大陸了 我娶大陸了 現在 啊他回去了 他就跑過去了 那都沒有 那有小孩嗎 沒有 沒有小孩 所以一個人 一個人 這樣 那你的吃肉 吃那些都怎麼吃 泡麵啊 有時候的泡麵 都吃泡麵 有時候 都吃飯 這樣 那大家有跟鄰居比較親近 有啦 有時候去喝酒 哦 對啊 你有什麼玩意嗎 你有什麼玩意嗎 我是說 我還會有 做廚房 還會有免費 沒有這樣啊 還會這樣 還會生我 吃飯這樣而已 這邊租 這邊租大概多少錢 租一個月還是一共 四五千塊 四五千塊 嗯 那你開銷有夠用 不夠啊 哈哈哈哈 廚房廁所 一樓的公用廁所 對對對 那這邊是浴室 還有廁所跟浴室分離 對對對 這樣至少有兩間可以用 對對對 平常是誰在打掃 應該大部分我們都 他自己 自己啦 要靠自己啦 靠自己打掃 都是靠自己啦 對 因為大部分 這邊其實所有的都男孩子 還有像兩位 一樓 這邊大部分都男生住嗎 對 女生很少 女生比較麻煩 都用公用廁所 女生也比較不麻煩 比較麻煩嘛 這邊廁所都是公用 這邊最多住多少人 然後現在什麼 可能是五十幾個吧 那像目前 剩差不多十七八個而已 大部分這邊 就是老人的比較多啦 低收的比較多 因為這邊 我們這邊大部分是 因為 我們這邊可以申請 黃豬補助 還那個 可以戶口 因為你要申請低收 應該要有戶口 但我們這邊戶口 什麼都可以辦 所以他們就過來 過來了之後 我們這邊還是便宜什麼東西 黃豬四十千塊而已 包水電 所以就比較便宜 但是你單身的來說啦 像一個人啦 最主要就是說 可以洗個澡 可以睡個覺 現在也沒什麼要求 都是單身的 對 我們那邊都單身的很多啦 大部分啦 都是單身的 他們都是因為 自己一個還是說 兒女都沒有在關心 還是說 這都有 這這都有 每個人的故事 對 這很多 我們這邊 要怎麼說呢 有的是純粹單身的 有的是說跟家裡合不來啦 什麼東西 進來就跑出來了 有的那時候說要租貝 有的外面找到了 他們就走了 就還走了 這時候就空掉了 對 這他們都空掉了 哦 都差不多大小 都差不多都差不多 採光的環境好嗎 採光應該是 所以說真的不知道怎麼好 這樣空氣會不會比較那個 比較難流通 空氣應該算起來是 我們這個房子很怪 冷的時候很冷 熱的時候很熱 哦 好啦我上去 還是有樓下 還是要上去 地下室上是百分之二 大哥 請問你住這很久了嗎 四五年了 四五年 四五年 我就忘記了 工作前比較少 哦 哦 啊這邊剛好可以負擔 對啊 會不會覺得 剛剛好 剛剛好 有時候沒有工作就沒有了 哦 工作不太穩定 對對對 哦 這樣這樣子 會不會覺得 還會受理 對啊 只要扔了一萬塊 剛剛有領那個補助 補助沒有 沒有 好像可以領那個 對啊 老人年紀 我有去申請 他說我有孩子 哦 我有小孩 但是我姑娘太太 真的也有在一起 哦 那小孩也沒有聯絡 都是太太 都是太太帶 對 都是在那一邊 哦 姑娘 姑娘太太就對了 在 吃就可以了 嗯 啊 之後我們就 自己做 工作自己做 自己吃飯 這樣 剛剛好 這個廁所跟浴室 就是都一樣 哦 對 這邊跟下樓 下樓都是一樣的 謝謝 謝謝 這個 5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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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走到5樓 對 那隔一間 你都趕快 對 這麼一樣 這樣爬其實 那個 這當作運動 那個 也是需要體力 這個小樓 三樓 小樓 小樓 你怎麼都不要 隔一樓 三樓不是要爬樓梯嗎 你怎麼想要隔這 現在嗎 對啊 不然 不能再做出了 住在這裡的生活環境 你覺得怎麼樣 也是不錯啊 對哦 你自己住嗎 對 一個人而已 哦 一個人住這裡 就是 這樣子的生活 經濟 譬如說他這邊 一個月事前 對你來說 負擔會不會很大 很大 很大 你現在還有在工作嗎 沒有 沒有工作 哦 有沒有領一些 譬如說補助啊 之類的 沒有 沒有 你平常是 吃什麼的 都吃什麼的 平常是都去 都在國外啊 平常會做什麼 休閒活動 走走的 走的 還會覺得很無聊 很無聊 很無聊 對 沒有 你有什麼希望嗎 有沒有想要 想要做的事情 沒有 沒有 我就能做 以前也大隻嗎 還是說最近 這麼大隻 大隻 不知道幾年 不知道幾年 有 五年嗎 五 五 大隻 哦 大隻 你住這多久 二十幾年了 已經習慣了 二十幾年了 怎麼不會想說 要住別的房子 就是一直待在這裡 住習慣的就這樣 你覺得住這邊 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優點 就是 要出去逛逛 比較好逛啊 吃的東西 這邊 有啊 花旗街什麼都有啊 不要近啊 啊缺點呢 缺點 髒亂啊 啊這樣你會不會覺得 住的沒有安全感 住的哪有什麼安全感 你就 有地方可以 床部可以躺就好 來 還要計較的 我們已經 到這種歲數來計較的 對不對 哪一天要去還不知道 對不對 對啊 有什麼建議的 可以希望 還是說 希望可以改善的地方 像說 讓大家知道這樣 改善 你要看政府要不要做啊 你自己的希望是 改善什麼 改善沒有什麼人改善 你的環境 弄好一點啊 其實就這樣啊 你要到處看到 都是髒亂 就這樣 你以前有結婚生孩子啊 有啊 七十幾年啊 七十幾年就離婚了 啊小朋友啊 沒有 沒有生孩子 沒有 因為那時候算少啊 因為才算一萬塊錢啊 還要租房子啊 吃飯幹什麼 那裡有夠 怎麼敢生孩子 那現在還有 現在還有在工作嗎 沒有了 在工作 現在就靠著 低收入這樣過生活啊 省省用就可以過生活啊 不要亂用就可以了 低收入大概可以 可以領到多少錢啊 以我的資格 我可以領到兩萬到六 然後扣掉房住 房住還是要補貼啊 申請多少補貼多少啊 所以房住根本 好像不要錢一樣 哦 對啊 那這樣子夠生活嗎 夠了啦 自己看自己去分配嘛 哦 對 大概一天八百嗎 對啊 這算起來一天到八百 我用不完啦 真的要用用 就要減簽 啊啦 多少七點 有時候準備什麼是集用用的 哦 我還是姓姓的 我一個月差不多 萬華庫還有賺 哦 吃三餐 這樣而已啊 你萬華庫是申請 還是你自己賺 沒有了 我獨居老人 六十五歲七千 七千七百多嘛 還有縫屋補貼七千嘛 對 差不多一萬五 我就勾勇了 這樣就勾勇了 你扣掉房租你剩下七千塊 房屋一萬塊是我女兒付的嘛 補貼七千塊 我女兒給我啦 平常大概花 平常消費大概是多少錢 三四百塊 還買了個水果啦 這樣 吃飯會不會覺得不夠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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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一百塊的菜就很好了 對未來剛好有什麼期待 我就是自然就好了 自然 自然就好了 對 所以因為我 我也有信仰 我每個禮拜都要到教會去 所以您個人的信念是就是知足 對 對 對 我在這裡可能十幾年有了吧 十幾年 十幾年吧 為什麼會想要擔任這邊的管理員 沒有 之前我是來這邊住房子 那前一任管理員他身體不好要退休了 後來就叫我幫你領住房子 那你也是為什麼會來這邊住房子 那個大一點的房子還是說譬如說環境更大 這個當然是有啊 但是你要有錢才有辦法 你沒有錢哪裡有辦法做都要住 住多大的 對 最主要就是也是便宜啦 又不用押金 對 來這邊住就是比較開心就好了啦 最主要可以住一個單身 反正是單身嘛 可以住可以睡覺可以洗個澡 那就好啦也沒辦法 因為這裡大部分都低收入 對 因為我們這邊可以抱戶口 有很多喔 有很多戶口不跟你抱的 什麼那個老人會來 那他們有時候都會過來 那他們過來是做些什麼 有物資嘛 有送一些物資什麼東西 那你有感覺到 有比較溫暖嗎 應該是有吧 最起碼有東西啊 有物資在啊 對 因為假如說生活沒辦法處理的話 有時候就是安養宴啊 什麼東西就過去那裡了 因為平常這邊你要住在這裡 生理不方便 反正你一個人啊 人家也沒辦法照顧你 萬華區是台北市老年人口 最多的地區 尤其在龍山寺對面的蒙甲公園 每天都有許多長者在這裡聚集 因此我們特別來這裡做街頭訪問 看看長者們對生活上有哪些想法 不是一點點 一點點而已 那不夠就算啊 我現在八十歲了 早就沒有做了 早就沒做 那你收入來源的 都是 國民年金嘛三千八 三千八夠生活嗎 一天花一百塊 對台北市的福利政策覺得怎麼樣 台北市算不錯啊 那福利總統老年金貼什麼什麼都不錯啦 去警察住房一個月六千塊 一個月六千 那你現在的收入來源是哪 靠政府低收入啊 我本身內地低收入啊 所以這樣補助有權額補助嗎 還是不夠啦 我是歐雷的 歐雷可以領一萬五啊 我是歐雷的 到了年紀大 他會再升上去 那你自己有希望政府可以再多一些什麼樣的實質的幫助 對你們來說比較好 正常就好啦 正常就好 對阿政府他要補助之好就補助之手 你要求也沒有用 對阿 天下的休閒活動是什麼 來這邊都在幹嘛 運動啦 逛街啦 早上去運動而已 有 你認為就是 呃 長輩們大概要有什麼樣的心態來 呃 適應這個退休生活 要找一個興趣啊 喔 對不對 不然你生活沒有目標啊 這樣 你有覺得台北市的福利政策怎麼樣嗎 那 還好 你有領那個台北市的補助嗎 沒有我沒有補助 喔 為什麼我沒有想說要去 我有孩子沒有補助 收入來源就是靠那個 站牌啦 出店頭啦 喔 不然就是掃地啦 喔 這樣啦 這樣子在台北沒辦法租房子 沒有辦法啊 你要租房子齁 最少要有固定的工作 一個月最起碼要一萬五才有辦法租 我賺不到那個錢怎麼租房子 生活上是沒有困難 沒有什麼困難啊 就是要自己賺錢養活自己嘛 現在六十七歲了還做什麼工作 人家也不會請你啊 只有掃地啦 站牌啦 出陣頭啦 那這樣你們的吃飯怎麼辦 吃飯喔 社會局可以吃啦 像這樣十一點就可以去拿便當啦 啊一點半也有啦 就兩次啦 一天兩次 比如說希望政府有些補助 或者你希望有什麼實質上的幫助 補助沒有用啊 應該是給他們有工作做 這樣才有辦法解決問題 你沒有工作 沒有辦法租房子 你個人會希望台北市有什麼樣子的補助 或者是什麼樣的政策可以實質的幫助你們嗎 啊就是錢的問題啊 啊錢要提高啊 你東西漲了一千五百塊還不怎麼夠耶 你希望可以補助多少 差不多兩萬 住也要找那個可以報復 同樣也是台北市老年人口居多的大同區 透過鏡頭一塊去看看那裡的情況吧 新大樓和舊公寓形成強烈對比 經濟能力好的住在剛都跟改建好的社區大樓 較弱勢的長者只能住在老舊公寓裡 而社區長者在生活中的大小事 經常得仰賴當地里長和子宮的幫忙 越來越多的高齡長輩 對 那也有很多譬如說獨居老人 然後離手入戶的問題 其實你長起來在中間 會不會覺得有一些困擾 我知道有的像獨居老人 他是臉皮拉不下來 說是抱歉啦 安壯啦 所以他有的很多福利他會不懂 不懂有時候我們跟他講 他又沒辦法去申請 他沒辦法是有的資料不在他身邊 他也沒辦法去申請 我們的里內有一些 這樣子的狀況的獨居老人 或者是低收入戶 我們里內是滿多的低收入戶 自從我們社會住宅進來 都進來差不多將近一百戶的 那他們是有社會局在照顧 有老人社會單位 社會局的單位老人中心在照顧 所以說他們的房租經驗一定有的 會有很多比如說低收入戶的長輩 有跟您反映說 可能不知道台北市的補助方案 或者是有希望台北市 還可以有什麼樣的補助方案嗎 因為他是可能不知道 假如說是補助什麼方案 尤其是老年人 他真的比較少人來反映 老年人比較少人來反映 有沒有其實低收入戶是有被詐騙的案例 然後導致他們生活上比較困難的部分 我常常是覺得 越需要錢的越容易被受騙 因為他會用很多種方案去吸引你來賺更多錢 拿更多錢 所以東亞這個都會受騙 這個卡不但可以搭捷運搭公車 而可以搭計程車 尤其是現在很方便 我現在特別是這麼發一個老人年金 那老人年金他是最初是用扣卡的 扣卡 那扣卡你到便利商店你放上去 或是要搭捷運去幫他扣一件卡 他全部都進來的很方便 而且老人年拿這個也不用拿現金 去扣個卡就很容易 就也不用找零錢也不用找 那扣卡就一直在扣 所以這張卡很有用 差不多跟健保卡差不多了 你那個掛號也可以用老人卡來用 你剛剛跟他生活在台北市幸福嗎 很幸福 很幸福 每天都可以嫁人嫁日子就好 我有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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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假一天 差不多一個月可以領多少 也五個月 你覺得有好用嗎 差不多 剛好用 社會住宅 有時候老年人住進來不到半年 他又把他安置在老人院裡面 那我們就要去幫他整理 社工要幫他整理衣服 把他帶過去 我覺得社工很忙 一大堆衣服他都幫他包著 要不要再看 因為我們要做見證一下 所以其實這個照顧量越來越大 越大 我覺得 你覺得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 因為這個最好是說真的 來這邊社會住宅住的應該是比較好 身體健康一點的 那如果是 如果身體真的有毛病 我們還是建議去老人中心 因為他們那邊有護士 什麼都會照顧 你今天在這裡做什麼 在這裡 在這裡走一走 有出來做運動嗎 有啦 走不走 你平常生活會來這裡嗎 對 你住這裡嗎 住這裡 你住這裡有感覺 台北市的政府的政策 有這麼好嗎 有好嗎 沒有啦 沒有啦 怎麼說就不 你自己的感覺 你自己的感覺不錯 不錯 不錯 你住這裡有感覺幸福嗎 有啦 有啦 大概四五十年了 大概四五十年了 怎麼感覺幸福 我現在九十年了 我四十年就來了 不是四五十年了 看自己 他是真的自己住 對啊 自己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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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困難 你自己住 我自己住 對 你自己住 你自己住吃嗎 自己住 自己吃 台北市邁入超高靈化的社會 有越來越多的長者需要幫助 除了給予更多社會福利之外 更需要有人關懷與陪伴 同時要確實幫助真正有需要的長者 避免浪費社會資源 作詞 作曲 李宗盛 és對 我們可以注意你 做一個最好的 故事 誰可以做的 對 來看手 得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